吸引我的是啥呢 他把他那個兜子攔上那個窟窿 從我家也是 我家那個這個床 就這個榻榻米這個小床 特意給我做 說等到冬天學你往這裡躺 我家那個叉戟也是窟窿 啊 能生能見那個叉戟 都是自己做的 另外我家這個床自己打 也是窟窿 所以說我最想說 我說這挺巧的 這挺巧的 那個就看那個馬大哥 所以說就這個就這一點 哎呀挺巧的 他就是給這個兜子上 按了一個窟窿 一下就打給你了 我就看得挺巧 看得出來 這林大姐和姐姐 對馬大哥的好感 都是來源於馬大哥 和林大姐去世的愛人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於是我們的紅娘開始好奇啊 這林大姐的愛人 到底是個啥樣的人呢 因為我願意唱啊 我唱那個害怕影響鄰居 杰林 我丈夫 她非常支持我 完了她說 我給你裝上歌音版吧 你願意唱就唱吧 這個是紅燈紀裡的紅燈 紅燈紀裡的紅燈 對 就是道具 嗯 這是自己做的嗎 還是咱 自己做的 我愛人給我做的 愛人給你做的 林大姐說啊 愛人的動手能力特別強 就像馬大哥一樣 家裡家外 就沒有他不會的東西 因為自己愛唱京劇 愛人還給自己裝了一個 滿是隔音版的練歌房 不僅練歌的音響是愛人買的 就連唱歌的道具 都是愛人一點一點焊接 打磨上漆自己手工做的 兒子 爹爹 給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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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我会照耳永相见 妈唱太好了大姐啊 不行 都没有每回唱的好紧张 紧张了 虽然林大姐一直都在说自己唱的不好 但是红娘却感觉 林大姐这两嗓子可真是不一般 不禁开始好奇 这林大姐到底是专业演员 还是业余爱好呢 就业余爱好吧 为啥喜欢京剧啊 为啥喜欢 从小就喜欢 就是喜欢 没有为什么 从小就喜欢京剧 就愿意听 就觉得唱京剧的特别美 就这么的 就喜欢上 学过吗 京剧 至于 就是自己那个 自娱自乐 没学过 就跟那个 手机点上听 业余选手 唱到林大姐这个水平 那是相当的不错了 林大姐说 黎叔县人多数都喜欢二人转 所以京剧算是冷门 像自己这样喜欢京剧的人 特别少 这都是生活装 生活装 大姐平时生活 就喜欢穿这些 那个大裙子 对 挺愿意打扮的 是不是 是 因为这些裙子的颜色 都很新鲜 大姐那你这么喜欢裙子 这么多裙子 你今天咋没穿裙子呢 今天没穿 我姐姐说 你别穿裙子吧 你穿裙子的时候 你那个 丑得你的腰挺粗的 姐姐说的 姐姐不建议穿裙子 她不建议